看你的方向了吗 我觉得好害羞啊 好 那我说了啊 我想成为威亚式的人物 你觉得具备威亚这个人物的客观条件 大概有几条 就是第一 她的沟通能力非常好 因为她可以对每个产品说的比较的透彻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她在选品方面 就是的那种认真的那种劲儿 亲身体验的那个劲儿是非常的好 第二个选品 第三 第三的话 我认为她整合团队的能力很强 团队 是 然后第四的话 我认为就是她很善良 我是这样认为的 善良 对 因为她一直有在助农 继续 继续 好 不讲因为所以 然后第五个的话呢 我认为就是 好尴尬 等一下 马上 我暂时想不出来了 对不起 好 想不出来 我再补一下 你是把威亚作为你的对标对象的 对不对 是你的要达成的那个人 你研究过她吗 我看过她的各种各种各样的直播和各种各样的节目 这点我也有 我倒希望把杜老师的这个问题延展开 就是如果你想做那样的人物 你觉得你具备哪些企业家有待开发的前置 哪些好的素质 好吧 对 我觉得杜老师刚才说的那一点我一定要说 首先第一个我有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 好 第二个 这点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第二个 不好意思 第二个的话我也我认为我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坚持能力 忍耐心 能吃苦 这是我自己特别引以为傲的品质 还有第三点 我不招人烦 这是真的 这是最重要的物件 这是最严重的物件 你是特别招人烦的人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别人我不烦 我还挺喜欢他的 没事 没事 杰荣 你就当他是直播间里必须要拉黑的那种 他是个投资 不行 我不选了 你就把他当成直播间里必须要拉黑的那种 不是 不是 这种人是最大的潜在客户啊 其实在场上的时候 他给了我很多指导意见 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受用的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能听听起别人意见的人 他给我的意见 比如说让我说话不要啰嗦什么的 是我非常认同的点 所以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他的 你很多人都想成为薇娅 我也想成为薇娅 但是呢 你做了什么准备 你有新媒体号没有 你运营过什么 你想成为的人太多了 你做了什么 是这样的 就是我自己的话 其实有运营 就是不是给我自己运营 是去帮我的朋友运营过两个公众号 一个是有关于一个就是 白血病儿童的一个视频号 因为我自己长期的话 在一家白血病机构做志愿者 教教他们唱歌 弹弹琴那样子的 所以一直有帮他们在运营 他们为什么自己不运营呢 你不用说帮别人的事了 就是你自己为什么不运营呢 就是我其实运营过 但是我总是找不好方向 其实又回到了我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找不好你自己的定位 对 我真的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而且周围的人也不是很支持 我的感觉 因为首先姑娘刚才说了 就是她的薪水要求是五千 我们先不管年龄 五千我们 除非你想给她一万 给她两万 否则的话 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 然后去对她进行考评 第二 她要新媒体这个岗位 我整场观察下来 除了她说的不讨厌之外 其实我是觉得她有那种安利情人格 她特别喜欢有澎湃的激情 去分享她经历过的事 其实就这个性格是特别适合做传播的 但是她可能不是那种很能做框架的 像石头哥那么高 但是作为一个基层的 一个公司内部的 或者是一个网站的 或者是打发一个账号这种运营 她是天生是愿意 没事叨叨这件事去说的 所以她这个特质是匹配的 我跟周围刚才在说 就是你天生很善良 然后内心很纯净 然后还天然萌 但是我觉得我们忐忑的什么地方呢 我们觉得你没有定性 因为你都不知道 选什么是一家好的公司 你不知道未来选什么行业 未来选什么职位 你确实是密茫的 所以像大学里面就一句话讲 知指而后定 定而后能进 进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绿 绿而后能有所得 就是什么是指 知指而后定 指就是目标 我们想要什么 所以我觉得 马上要把这个定下来 不能再晃了 九位 来 根据刚才我们选手的两轮表现 综合的 考虑一下 然后选择 好 祝贺你杰荣 顾紫健 朱家英 王上风 王上风为你留下了三盏灯 恭喜你 成功杀进第三环节 谈钱 不伤感情 来 我们先从杜茨健开始 苏老师 健健传媒 培养你做主播 地点 上海 上海 薪资是五千家 对 我这边给到的是市场助理的职位 然后薪酬是5K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朝阳区 我给你哥的工作岗位是青年天使会 避暑 这个心头是8000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 考虑一下啊 然后走到他们三位其中一位面前 灭焦灯 进入到你的最后环节 嗯 二选一 考虑好了 好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得在北京工作 王陈老师 但是您的建议对我来出特别的重肯 谢谢您 好 我们有请朱家英和王上峰走上竞价台 我给您给的岗位啊 是青年天使会 秘书处的秘书 工作任务就是服务沟通联络 两百多位中国的天使投资人 佳英 丽聘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上市的 上市公司吧 然后的话这个薪酬确实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薪酬体系 然后我们其实是十三星的 然后从发展通路来讲 我会觉得未来可能 就是针对你迷茫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在职业生涯规划上 我可能未来对你的帮助比较大 但是我回过来 就是每个人都要看 第一是说钱 第二是说未来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可以综合考虑一下 这两点 谢谢老师 谢谢 你可以分别问二位企业家 你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就想知道 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两位老师 因为我对我做的内容 是不是我喜欢的很感兴趣 一件的平常就是 对这些投资家的沟通联络 第二个就是用新媒体的方法 来宣传推广青年天使会 我说一下很细节的 刚才可能我说的太那个太概括了 第一个是我们有 我们是服务于2B的企业用户的 就我服务的 看见没有台上这些 这都是我的甲方爸爸们 所以我们是给企业招聘精英人才的 那我们在市场上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会组织一些 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 都会有不同频次的这种 服务于企业客户的这种活动 那么活动的从策划组织到执行和落地 是需要你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对于服务器 还会做一些直播类的活动 去帮他做一些宣传 这是个挺累的活 真心讲 好 在青年天使会和裂聘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谢谢再见 来 考虑开始 我选择 所以你的选择是 我想选择这边 好 祝贺王上峰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 恭喜峰哥 但我会记得不及了 好 什么 clim股 我好 很不容易 我来讲 这里 我好